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喜欢吃辣 无辣不欢 有些人喜欢吃酸 而有些人喜欢吃肉 另外一些人则喜欢吃蔬菜 人的饮食爱好和许多因素有关 例如遗传因素 环境因素 生活习惯等等 具体的表现为一个家庭 一个地狱的人们 它的饮食习惯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但是实际上饮食的喜好还与肠道菌群有密切的关系 人体中大约有1.5到2公斤左右的细菌 其中80%以上生活在肠道 对人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数量是人体细胞总处的10倍 大约10的14次方各 其中部分细菌在人体机能中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 能够有效协助人体保持健康状态 这个图为人体肠道的结构示意图 其中细菌的数量为10的12次方到14次方各 种类大约1000多个种 其基因数量约为100多万个基因 是人体基因总数的10倍 如此数量巨大的肠道菌群 在肠道中与宿主共生 必然会有重要的功能 其功能主要包括代谢、营养、免疫等 例如肠道中的大肠IC菌 可产生维生素B及维生素K等 除满足自身需要外 还可供宿主代谢所需 如果肠道菌群因某些因素发生改变 就有可能发生一些疾病 例如肠道菌群失调 引起癌症 引起炎性肠道疾病等等 从饮食爱好来说 人体肠道内的细菌 与宿主呈共生关系 人吃什么 这些细菌就吃什么 由于不同的细菌 对食物的分解能力不同 所以有些食物受到某些细菌的喜爱 容易被细菌分解消化 产生有益于身体的物质 人吃了这类食物 就会觉得身心愉快 所以喜欢吃这类食物 反之 如果肠道内的细菌对某类食物的分解能力不强 或者食物在被细菌分解的过程中 产生了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食用后就会觉得不舒服 进而不喜欢食用这类食物 所以人们对食物的喜好与肠道菌群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喜欢吃甜食的人 肠道细菌分解糖的能力一定很强 喜欢吃肉的人 肠道细菌分解脂肪及蛋白质的能力一定很强 肠道细菌通过脑细菌将信号传递给大脑 大脑又对人体产生支配作用 脑肠轴是肠和脑之间的信息交流系统 由免疫系统迷走神经和神经内分泌途径构成 由此可见 人们对食物的偏好与肠道里的菌群有很大的关系 应该尽量维护好与细菌的共生关系 以保证人体健康 例如尽量减少抗生素 特别是广普抗生素的使用 尽量避免挑食偏食 保证饮食均衡等等 以保证菌群的均衡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